他就是一直一直就爱发朋友圈一直要我评论 然后后面我就说那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协议改一下 他说行 他说他发完朋友圈 他会跟我说再叫我去评论 更过分他给我下个软件 因为他朋友圈的内容 评论的内容嘛 我一定不能重复 一定要有新意 就好像他发个自拍 我还写手诗呢 他一天要发十几条朋友圈了 那我这不是在考验你的才华吗 而且你以前怎么说我的啊 你说我怎么漂亮啊 这个那个的 那你现在说这句话 那你就是说你以前说的那些都是骗人的了 说你漂亮当然可以了 那每天我都说你好漂亮你好漂亮 他都嫌烦 他就一定要我写诗 有些诗我自己都不懂 我都要百度 那你这话说的就是以前那些夸我的话 全部都是百度的 你就在敷衍我 我哪敢敷衍你啊 还有他每次要回家也是 有一次寒假的时候他要回家 然后我说回家行 我送你到出租车上 到时候你出租车打过去就好了 他非不要 非要我送他到车站 不是大家都男朋友都有送女朋友到车站吗 那还有那个放寒假行李那么多 我怎么一个人提提那么多的行李去上车啊 知道没什么有影响吗 有什么影响吗 有啊我那天还有课啊 他跟我只是同校但不同专业 我还没放假他先放假了 期末了本来课就紧张 你不知道他要上课吗 我知道他要上课 那你知道他上课还要他送你啊 但是他是我男朋友啊 而且我那天的课也就是一二节的 我说我十点多十一点送你去车站可以 他非不行 非要买七点的票 那我不是也跟你说了吗 那天中午家里有事 一定要那么早回去 不然我也不喜欢那么早起床啊 你的事都是事 我的事都不是事 我那磕现在还挂着还没过呢 你们现在就是在学校里面挂磕 都是值得鼓掌的事是吧 我看你们每个人乐得还鼓掌 你们疯了吧 他每次都爱新加一些条款 那现在他又加了 他说逢年过节必须要送两份礼物 送一份还不行 他第一份送我这不是本分吗 第二份不是惊喜吗 这样子我会更开心 我就会对他好一点 没有礼物你还不对他好 那他本身就得对我好呀 那我去年圣诞节 我给他准备了两份礼物 我还特意订了餐厅 还准备了玫瑰花 才坐下来 看到别人旁边喝奶茶 他也想喝 要我去买 圣诞节本来人就多了 我就说肯定会吃 他说不行 他就要喝 我就往回来一伙 他二话不说扭头就走 你那是往回来一伙吗 半个多小时 我一个人就坐在餐厅里 撒愣着 就一直坐在那里 然后人家菜都已经上齐了 别人都是一对一对的 那你为什么非要喝奶茶呢 我不是看到隔壁坐 我想喝吗 别人干嘛你就要干嘛呀 我去买奶茶的时候 我在奶茶店我还拍了照 我说人很多 你要么先吃 他非不停 他一开始跟我说 没事没事 我等你 我到那边 他就饿话不说 就扭头就走 我还更尴尬呢 我还要算账 我算完账 我心想今天又是过节 又不能扫他的信 我还要去追他 追了他半条马路 找到他以后 我说那我们换一家店吃吧 换了一家店 他还步一步了 还骂了我一个网三 那我不是想说发泄一下情绪 好好的圣诞节 你发泄什么情绪啊 我就觉得不开心 你凭什么不开心啊 他排队买奶茶 你坐在那等 你自己去买啊 有胳膊有腿的 他是我男朋友啊 如果我 我也有胳膊有腿的 我如果真的要去买 所以你今天来就来对了 你这个分手提得非常好啊 兄弟 我告诉你 你这才像个男人 今天你不分都不行 他最后还说 惩罚我 他惩罚我冬天嘛 他是看别人都有戴围巾 他也想戴 他又非要手支的 非要我支给他 一个大老爷们支围巾 支了吗 支了 我在宿舍支了一个月的围巾 这有都笑死我了 说我娘娘枪 支了围巾以后 我送给她 她说难看似的 戴也没戴过 但是她支的那围巾 确实很难看 不是应该女孩 给男孩支围巾吗 但是我看到我社友 她男朋友给她支了围巾 我也想要这样子 就想说让别人也羡慕我 明白 就是别人做什么 你都特别愿意做什么 是吧 但是她那个支的围巾 她说我不戴 是因为她那个支的围巾 太不好看了 那我也是用心支的 你有用心支吗 你一个礼拜你要去六天的健身房 那你觉得你有花心思吗 我觉得你支那么丑 就是因为你没有花心思在那上面 说到健身房 她嫌我健身时间多 我一天也就去两小时 然后呢 她就不开心 她就创通我社友 跟我社友说给我送东西 我那天又正好不在 她就到我的宿舍 把我的健身卡 把我健身的装备什么都给剪了 把衣服也剪成一道一道的 那我不是原本就跟你说了吗 让你多抽出点时间来陪我 平常就要上课 一些闲暇的时间你不留给我 那你 那你要留给谁啊 我不是有留给你吗 你都说了 你要我不去健身的时候 我都没去 然后我问你去干嘛 你又不说 你非要我跟你一起发呆 我是让你跟我一起发呆嘛 这些闲暇的时间 不应该都是你安排的嘛 我没安排嘛 我说我们俩一起去健身 这不好嘛 又锻炼身体 你非不干 非说健身房臭 那我不是不喜欢健身嘛 我就是想说你多 多抽出一点时间出来 陪我出去逛逛街 吃吃东西什么的 有一天 我们好不容易有时间了 去捋一趟油 那到了酒店都已经 八九点了 她非说我订的酒店不行 这差那差 非要换 那我说的本来也是事实啊 你订的那酒店又小 然后又破 那换到你喜欢的酒店呢 你住舒服了吗 你不也要换房间 换了七八次 那不是那房间也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的话 我为什么要换 还有别的吗 有 她就很爱折腾我 她没事就爱证明这个 证明那个 有一天我们去看电影 我订了两个人的位 她还要再带一个男生来 说是认识了很久的男闺蜜 结果呢 比那男闺蜜比我还亲了 那我不是带她过来 我就是为了想看她爱不爱我嘛 然后 谁爱不爱谁 她 你带个男的 你带个男的去让 没明白这什么逻辑 就是我带着我男龟嘛 然后我就故意跟她 你男龟 多大的乌龟啊 就是我们一起 打小一起长大的 发小 然后完了之后 我就在她面前 我们就假装很亲热嘛 然后我就想说 看她会不会吃醋 目的呢 就是为了要证明 看她够不够爱我 我天 吃醋了吗 我哪敢吃醋啊 我还心想不敢扫她的信 我还跟那男龟 客客气气的 把她送走以后 把那男龟刚送走 我看你是男龟哦 他就对我大发雷霆 他说什么 他说我一点男人味都没有 他都这样我还不吃醋 那你要我怎么办 我当时跟别人吵起来吗 那我本来就是想说 带她出来 我就是为了证明 看你有什么反应的 没想到你一点反应都没有 那我不就要生气吗 那我该怎么做啊 我觉得你真的就是 吃饱了撑的 总爱折腾我 你还知道这事啊 那你还不跑 跑不掉 对 跑得掉也不来我们这了 接着说 还有什么让你糟心的吧 还有前几天 然后他非说要去游乐场 我本来就有点恐高 他非要我玩那些 很刺激的高空的项目 我说我玩碰碰车不就好了 非要玩那么刺激的项目干嘛 那你去玩碰碰车 你干嘛还要去游乐场啊 去游乐场不就是要去玩那些 刺激的东西吗 那我不是让你玩吗 我帮你拉包 我帮你拍照 这不多好 非要我玩 那我一个人上去玩 有什么意思啊 那最后不是 还是我一个人上去玩了 三遍的过山车 那他呢 他在这边看的 那不是他不陪我玩吗 我就惩罚他 说三遍 我有点恍惚姑娘 你确定你是23岁吗 确定啊 你确定你在读大学吗 确定啊 你确定吗 我确定啊 你完全确定是吗 我确定啊 那是我恍惚了 我老觉得这怎么像幼儿园的小朋友呢 没有 主要是因为我没有谈过恋爱 然后 这跟谈不谈恋爱没关系 你做这事都 还有别的事吗 还有 最近不是要大事了吗 大事了 那我不是在当地就找了个实习的工作 然后离学校又很近 又方便又不用租房子 他非说不行 他非要把工作给迟了 陪他回他的老家去 那我当然说不干了 然后他又开始闹 那我闹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问他 我说我们到时候以后工作要在哪里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说你以后再拿我就再拿 他既然说他要跟我的话 那我不就跟他说 我说我们两个到时候不要一地裂吗 我就让他辞职 你帮他辞职 是啊 他就帮我辞职啊 他去我的单位里 在我的单位大吵大闹 跟我领导讲我的坏话 我就被辞职了 我就觉得吧 他之前做的事就已经很过分了 他现在又让我工作也丢了 我更冷无可冷了 我特好奇啊 你这八个月是怎么忍过来的兄弟 忍不过来也得忍过来 那都是因为他爱我呀 是你爱他对吧 我也爱他呀 不爱也不行啊 跑不掉啊 你想跑吗 跑不掉啊 你想跑吗 他不想跑 他只是觉得 觉得他过得太不舒服了 然后想来这边这里讲一下 然后让我能对他好一点 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你心甘情愿的吗 心不甘情不愿 那你干嘛要做呢 你知道他心不甘情不愿吗 不知道 哦你不知道啊 但他最后都做了呀 那我想问你 即便是他心甘情愿 但有些事 好像是缺乏尊重的 男朋友是应该爱你 为你做这个做那个 卖卖东西吃吃饭 那我想请问你 你跑到人家寝室去 把人家的衣服全部都给剪了 跑到人家单位上去 把别人的工作给辞了 你有尊重吗 这跟是否是男女朋友之间没有关系吧 你凭什么替别人做主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是不需要别人疼爱的 好像只有你去要被疼爱 那我想请问你 如果谈恋爱只是别人对你好 你不需要对别人好 那恋什么呢 什么叫互相依恋 互相爱护呢 你心不甘情不愿 为什么不说啊 不敢说 其实在这段感情生活当中 我最厌恶的是像你这样 一个大老爷们 不好好读书 一个不尊重你的女人 对你欲止气势 摆一些花架子 你宁愿忍受 你以为这是爱吗 在爱情生活当中 任何事情都要对方心甘情愿 如果一个男人心甘情愿地 为你做这做那 那是你的人格魅力 如果他心不甘情不愿地去做 那你无疑是强迫又或者是祈求 你又何必 如果在爱情生活当中 一方故意压迫 一方心不甘情不愿地委屈承受 那么压迫和被压迫之间的关系就出来了 那总有一天会不平衡 于是就跑到这里了 咱们能不能有的时候啊 自己反思反思 别太把自己当回事 也别太把别人不当回事 否则的话 你就是把自己架在活上考 等到哪天他突然之间 他离开了跟别的女生在一起 对别的女生好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我今天这番话说你说的并不重 自己做不到那么好 就不要假装做得那么好 其实这所有的一切 你都是把他给害了 他在不知不觉 蒙在鼓里的过程当中 还肆意地认为 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 认为这个男人 种种地忍受 是因为爱自己 而你其实已经咬着后槽牙了 你却没有把真实的话说出来 待会儿60秒的时候 你可以直白地跟他说 我告诉你 我是爱你 但我所做的一切 我没有一件 我认为是心甘情愿 我认为你不尊重我 你不把我当男朋友 你一直压迫着我 我很不爽 我今天要分手 你有本事你就说出来 没本事 你就闭嘴 回去了以后 就不要再回来 不要说别人不尊重你 首先是你自己 不尊重你自己 就这样 在什么年龄段 做什么年龄段的事 大学其实就是 可以恋爱 这是一个人的本能需求 但是他的主体是什么 他的主体是学习 这段阶段 姑娘 长大吧 我们从今天开始成熟起来 放手吧 把自尊留给自己 因为对你来说 成长比爱情要更重要 当你完成了一个 大写的人字的时候 爱情 好